Nissan在本次德国汉诺威商用车展上带来了一款别出心裁的概念车 这就是与欧洲航天局ESA合作开发的Navara Dark Sky Concept 它不仅有强大的地形穿越能力 更可以把随身携带的专业天文台载晕到难以抵达的无光害观星位置 让天文学家随时随地地工作 Navara Dark Sky的拖车上安装的超高功率Plying Wave望远镜 该望远镜采用40厘米的主镜 不光可以看到土星环等近距离的行星 最远还可以看到其他星系星云与超新星 为了维持热稳定与校准的正确度 该望远镜被安装在一个特殊的冷藏空间 不仅如此 这台高科技皮卡还配置了Leave EV电池组 可以提供望远镜与其他专属设备的电力 最后为了方便科学家与监测人员勘探地形 该车装载雷达扫描感知器与摄影机等 可以自动扫描行经地形 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 外观部分Navara Dark Sky将车身加高 同时换上20寸大型越野胎 提高在崎岖路面的越野性与通过性 全车身黑色烤漆 并在用象征星空的白色图案进行点缀 同时该车增加了位于保险杆内的红色照明灯具组 以及车灯上的LED雾灯 能在夜晚或者能监督不佳的状态下 确保可以看清路况 另外为了可以穿越艰难地形 还特别加装防转杆 侧面踏板 以及前后金属下护板等装置 车内部分在全黑色内装下 导入具有特殊反光效果的橘色试条 仅需要微弱光源便能在车内进行照明 如此一来在进行监测星象的时候就不会被干扰 在ADAS系统部分 Nissan导入完整的Propilot驾驶辅助系统 包含主动式ACC巡航系统 车道维持和转向辅助 前方移动物体侦测主动骤停 以及车道偏移警示等等 另外360度全景影像 BSM盲点监测与智慧型牵引系统等等 这也是标准配备 配置的性能当然也是足以可以带动后方的望远镜与拖车 引擎搭载一颗2.3升 双涡轮增压柴油引擎 可输出187匹马力与331磅尺的扭力 连接自排变速箱并提供四轮驱动系统 无论是深入内陆还是爬越高山都能所向披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